好的,我们继续来共同学习列子智慧,先看原文 不经贵何献名,不要事何献位,不贪负何献货,此之谓顺民也 天下无对致命在内,故与有之曰,人不昏幻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昔 我们来学这一段,杨朱讲说人生有四样东西,让我们得不到休息 哪四样呢?一为寿,为了寿命 二为明,想要出名 三为为,想要得到权利 四为货,想要要钱,买房买车身上的物质享受 那么,这就是人生的四大障碍 第一呢,人想长寿 其实正统的道家呢,并不追求所谓的什么长寿 后来的道家衍生出了一个神仙之学 想要把这个我们的生命一直延续下去,想要当寿星佬 我们看道教道家,有这个寿星佬,这个额头盆都这么大 捧个寿陶,福禄寿三星 其实啊,这个属于单道派 修炼单法做一种功夫 把人的生命用各种方法去修炼 想要活得更长久,以活得更长久为我们的目的 但是其实呢,正统的道家 老子啊,庄子啊,烈子啊 他们并不主张你要去延长自己的寿命 但他也不反对你活得长,你顺其自然就可以了 你听其自然就行 可是人类并不懂得这个道理 为了想让自己活得更长久呢 那反而活得变得非常辛苦 佛家也一样,并不主张你总是人为的想要延长自己的寿命 前段时间不是阿凡达二上映吗 说这个人类跑到人家那个星球上 去掠夺资源,去杀那个比人的智慧还高的 那个一种像大鲸鱼一样的那个潘多拉星球上的动物 为什么呀,就想从人家那抽这么一管 把他杀死,从他的脑袋还是哪儿 舌头后面,抽这么一管 这个黄金,这个黄金液体啊 能够延长人类的寿命,延缓人类的衰老 所以呀,这里面说呀,人类不懂这个道理 总是想活得长,然后就想了各种各样的方式 非常辛苦 《金刚经》里面讲什么呀 说无我像,无人像,无众生像,还有一个叫什么呀 无受者像 其实你的寿命啊,你顺其自然的活 反而能活得长 你总是刻意的去追求各种长命百岁的方法 去追求各种长寿的方法 第一个不一定能达到 甚至有可能起到反的作用和效果 比如说,现在我们说有人喝那个什么巴马泉 动不动说哪个有长寿村 哪里面有这个,说哪里一个这个这个村子里面的老人都能活一百多岁 于是有很多人呢,疯狂的跑到那个地方去住 或者是买那个地方产的水 其实啊,这个有没有道理呢 和当地的微量元素到底有没有原因呢 我认为肯定是有 当然我自己认为,这是我个人认为的啊 有没有可能呢 当然有可能 但它肯定不单纯是水的问题 你说你成天喝那个长寿村给你运来的水 你就能够长寿吗 那空气呀,土壤啊 生活的这个环境啊 每天的心情啊 可能也都有关系 不只是水这一个问题 不只是水这一个因素 你说你光花高价买那儿运出来的水 而且水呀,装到塑料瓶里 它就变了 你把水装到塑料的瓶子里 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塑料里面有一些微量元素 一经过热 你比如一晒 这个运输车辆一晒 这些塑料瓶子一受热 塑料里面就有很微量很微量的东西 就进入到水里 现在咱们人出去了都喜欢喝矿泉水 喝瓶装饮料 其实我真的不太建议大家喝这样的水 你要出门了 拿个保温杯 不要塑料的 要这个 现在有那种紫砂的呀 钢,不锈钢的呀 装到这里面 装上一杯茶呀 装上一杯水呀 你出门带着 不要喝 尽量不要喝那个塑料的瓶装水 那是实在没办法 偶尔喝一次 实在没带了 或者喝的 带的喝光了 没办法 但是又非常口渴 我们买上一瓶 所有的塑料制品呢 它一受热 它里面的这个塑料的 很微量的东西 微量的分子原子就进入到水里 被水吸收 你想一想 你喝的这些瓶装饮料 它在长途的运输过程当中 一定会受热的 它一定会被晒到 要么在外面被曝晒 要么运输过程当中闷着 车又被晒 它一定会有这样的 所以呢 我劝大家 尽量不喝这种瓶装水 尽量的准备一个保温杯 材质好的保温杯 什么不锈钢的呀 紫砂 但是最好是紫砂的 好一点的保温杯 其实我说的这个材质 并不贵 好 我说的好 不是说贵就好 一个紫砂的保温杯 没多少钱 一个不锈钢的 也没多少钱 但是这个材质 对你的身体 你喝的水 对你身体好 有人说的 那你这么说的话 我就跑到那个长寿村去住 我不就长寿了吗 那也不一定 你到长寿村去住 第一个 你的心境跟人家的心境不一样 你想长寿 人家就是活在那里 你的这个目的性是不一样的 其次呢 跑到那住的人多了 这个当地的人的这个 当地的环境就被破坏掉了 反而可能不再存在那个效果了 所以什么是长寿啊 顺其自然 你的生命在有限的生命当中 你活出了真我的风采 那就叫长寿 有的人活一百岁 实际的一辈子 庸庸碌碌 碌碌无为 在精神上 意识上 思想上 他没有任何的 自己的见地 没有任何追求 所以呀 这一点上来看 那他是个短命的人 你一辈子只做了 只做了这个 这个这个上班下班赚钱 你只做这个 那你也是短命的 可是如果你的命 虽然并不长 40岁50岁就去世了 但是呢 你却在有限的生命当中 做出了价值 麻烦对净水器有什么看法 净水器里都有滤芯 这个滤芯用啥做的都有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啊 因为呢 我不是专门研究净水器的 我只说我的看法 也未必是完全正确的 大家仅作为大家的参考意见 有你真的要买什么净水器 要去问专家 我不是净水器专家 但是我要说我的看法 净水器这个东西啊 他就像你吃西药一样 西药能不能治病呢 能 但是他以杀为主 他要杀 他很 他把所谓的病毒啊 细菌杀掉的同时 他也要杀你好的东西 净水器就是这个道理 你说他把杂质过滤掉了吧 他把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 也给过滤掉了 那个所谓的纯净水 他就真的只是水 可是我们并不自己喝 我们喝水不只是喝水 水里面有很多 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 那个净水器都给过滤掉了 所以你喝的这个水啊 你就起不到任何滋养身体的作用了 他只是让你不渴 让你的身体不缺水分 但是你的身体并不能获得真正的滋养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安装 安装所谓的那个特别 告诉你出来了是净水的净水器 当然了 什么净水器能出来是保留了微量元素的呢 我不知道 我也不是研究净水器的专家 再有呢 有一些不好的品牌呀 他那个东西本身就是一种污染 你那个水从那里出来了 净不净化先不知道 他先造成一个二次污染 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 我当然了 现在咱们这个城市里面呢 污染比较严重 我建议大家安个净水器 也没什么 但是一定要好好的选择 就是既不要 既不要进行了二次污染 也不要把所有的什么东西 都给他完全过滤掉的 说他这个非常威系 达到了分子级呀 什么粒子级呀 什么的 然后最后出来的是绝对纯净的水 你喝那个水 那是不能滋养天命的 是不能滋养生命的 至于你家里面用桶装的 塑料桶装的矿泉水 那我更不建议了 我已经说过了 不要用塑料制品 不管是你吃的还是喝的 只要你进入身体的包装 都尽量不要用塑料制品的东西 那个是对人体有害的 一次两次三次无所谓 时间长了 你就在体内那都是毒素 还有这个用这个什么 塑料袋放到微波炉里去 一打再拿出来吃 那个都是有毒的 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好了我们讲说生命要想活得长 金刚精也反对这个无受者像 史密斯非常好 我不知道啊 我不给大家做任何品牌的推荐 因为我不清楚 我也没怎么用过 但是你这个家里的水一定要沉淀 一定要沉淀 不要喝完全纯净的水 水至清则无余 咱们大家都听过这句话 水至清 清净到极点的水里面 没有生命能存活 因为生命啊 它需要微量元素 就像你的体内 你说你把你体内的细菌都清除掉了 你还能活吗 你就需要跟这些细菌在一起 你的大肠里面就需要有各种细菌 你的胃里面就需要有一些细菌 所以这里面我要跟大家讲清楚啊 你常年的喝所谓的纯净水 你的生命一定长不了 水至清则无余 余都活不了 你人能活吗 你每天喝的都是那种完全把所有微量元素都过滤掉的 鱼都活不了的环境 你人也一样 反而短命 所以不要乱搞 这个大桶的矿泉水 由塑料装的 不要搞 你还不如在自己家里装净水器 当然净水器什么品牌你去了解 按照我刚才说的标准 你自己去了解 我不是卖净水器的 什么品牌的我也推荐不了 因为我也不懂 真实的宣传还是假的宣传 我也不知道 所以呢 在座的各位 你们就自己了解 自己做功课 找专业的什么 所谓的净水器专家去 那我不知道 我只是告诉你什么样的水好 即便你家里面安装了净水器 那个水流出来的 你也沉淀一下 装一下 那自来水呢 自来水本来天然的水是可以正常饮用的 但是由于我们当代城市的污染比较严重 我的确建议大家是应该进行一部分过滤的 这个是因为现代 你要是古代的话 直接喝山泉水没有任何问题 什么都不用 什么都不用管 现代的话 的确咱们的这个 咱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社会的环境 是有污染 好吧 那么第二个 这是第一个障碍 就是对生命的障碍 这是第一个障碍 上次老师说水要沉淀 我就照做了 对 静置 不是说沉淀 静置 静置的目的是什么呢 消除它这一路带过来的磁场 有人说了水还带有磁场 对 你们都听说过吧 说这个水呀 叫什么 水知道答案 这个水呀 它在一路上 它首先在水库里面 水库里有动物呀 水库里有鱼呀 有虾呀 有大鱼吃小鱼呀 它里面有生物的相互残害 甚至于可能也有 很多尸体 死掉的鱼呀 死掉的虾呀 甚至于有人淹死在里面呀 等等都有可能性啊 我不是吓唬大家 大家不用觉得恶心 所有的水库 天然的水 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都会有这种可能性啊 所以这个水呀 天然 它首先先带来 它先 首先有某种磁场 然后它又经过管道 管道里面也有磁场 同时也可以有一些水锈 会有一些锈 所以到你家的这个水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工序 不知道带了多少磁场 你首先静置 静置上个十个小时左右 基本上这些磁场就没有了 所以你过滤完了之后 静置一段时间 然后你再烧开呀 还是怎么样啊 那是后续的事情 这是告诉大家的 我只是给大家提建议 至于塑料的方式 千万不要 不要用塑料的东西来装 因为塑料啊 它这个工艺就是受热 你看塑料一烧 一热它就变形 塑料一热就变形 你看我们 假如说我这个笔是塑料的吧 我拿一打火机烧它 它是不是就坏掉了呀 它是不是就变形啊 就软化呀 对了 你这个用火一烧就软化 它这个温度很高 而且是你明显肉眼能看到的 但是呢 它只要受一点点热 肉眼看不到的分子和原子 就在已经在分解了 你看不到 你看它没软化 实际上它的塑料的分子 已有热 它就会分解 很微量的 进入水里了 进入食物里了 你就吃到肚子里了 你常年累月的这样做 那你肯定体内就会发生问题 所以第一个静置 水钢是必要的 尽量不要塑料的 一定要好的材质的 这是跟大家讲 帮助大家去了解 生命啊 你不用不着天天 你吃那么多维生素栗子 有的人早上一起床了 维生素A 维生素B 维生素C 维生素D 那ABCDEFG 那它吃了个遍 鱼干油 什么世界哪个地方的脏红花 那里边的黑枸杞 那里面的 那你这一天 你这啥也甭干了 你就天天吃这些东西吧 说实话呀 这些东西啊 80%以上 甚至90% 就只是吃不死人 就吃不死你 起不到什么你保健的作用 或者养生 或者是 或者是 长命百岁的作用 80%以上 大部分都是宣传的一个噱头 卖它的一个 卖的是它的一个理念 给到你的 你正常吃的东西 你正常吃饭 正常的这个喝水 其实能满足你正常身体的需要 我们当代的中国人呢 并不是因为 主要问题并不是缺乏微量元素 而是营养过剩的问题 你想想怎么样 粗茶淡饭 好好减减肥 比你研究一天 吃多少个维生素粒子 有的是 有用多了 真的 现在咱们中国人 是营养过剩的问题 是胖子多了的问题 是吃的东西 营养不均衡的问题 并不是说 缺乏营养的问题 这咱们得搞清楚 塑料不加热装食物 应该没事吧 这个问题 刚才我已经讨论过了 我不能总探讨一个问题 是吗 塑料不加热装食物 你食物可能会本身有热量 或者是受热 我说了被太阳晒了 或者你房间里温度很高 甚至于你手拿着它 你手上的温度 都能让塑料分解出 它的微量的元素 我已经说过了这个问题 不建议大家用塑料来装食物 或者吃塑料装的食物和水 让人家说清楚了 那你说我不怕 我就想喝想吃 那也是你的事情 好吧 我只是建议给大家 是否接受选择权在各位的手里 你认为我讲的不合理 那也没关系 你有你自己的看法 那我也尊重你的想法 我只分享我的想法 那这第二个障碍说 人活着为了虚名 人活着呢 累呀 为了一个虚名 假的 什么别人怎么看我呀 什么别人怎么想我呀 或者是 注重自己的这个名誉 或者是想出名 想当名人 等等 这个是很辛苦的 那杨朱就说呀 专门分析说这个人的名啊 是假的 上之前几件我们聊过 第三个是人生为了地位 第四个说人生为了金钱 这个货呢 代表的就是物质享受 我说的是塑料袋 那我说的也是 咱俩说的是一个事 你就甭探讨了 好吧 塑料袋也好 塑料框也好 塑料钢也好 塑料杯也好 塑料瓶也好 都是一回事 你不要再跟我一个一个探讨 是钢啊 是盆啊 是瓢 是瓶啊 它是做成什么形状的 我不探讨这个问题了 我就告诉你 不要吃用塑料装的东西 不要喝用塑料装的水 液体 饮料 牛奶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了一个事 你又去讲别的 那塑料装的饮料可不可以喝呀 塑料装的牛奶可不可以喝呀 塑料装的茶可不可以喝呀 一样 一回事 那咱们说的都是一个事情 既然是一个事情 就不能就不是一个一个去探讨了啊 好了 刚才杨朱说呀 这四点是人生最大的障碍 他说 有此四者 为鬼为人 为威为行 此为之顿人也 他说人呢 只要具备了这四种障碍 活的时候 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惧怕 怕人怕鬼 怕权威 怕法律 这就是人的 有刚才的四个贪欲 你就会有四种很大的恐惧 你一定会恐惧的 有的时候我们读其他经典 读佛家经典的时候 经常会有这样说恐惧 恐怖 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 他说我恐怖吗 我不觉得恐怖啊 你觉得恐怖啊 你怎么不觉得呀 你怕的东西很多 你怕没有钱 或者你怕有的钱失去了 你怕买不起房子 你怕还不起贷款 你怕别人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你怕的东西非常多 那就是恐怖啊 恐怖不是你看恐怖片的那个恐怖 这里面还有我们说读金刚经 读完了之后 不恐不不 不经不畏 都是同样的道理 古人用词 这个词语里面的意思 和我们当代的有的意思 可能会有些理解上的不同 我们现在说恐怖 你一说恐怖就好 哇像一个妖魔鬼怪出现了 哦好恐怖啊 不是这个恐怖 就是你担惊害怕 所以他说人具备了刚才那四种障碍 活着的时候怕人怕鬼 怕权威怕法律 那这里面我们说呀 真读通了读懂了 明白了 这列子里面讲的这一段啊 和金刚经讲的那个表达方式 那个表达方式不同 但讲的是一个事 这里面人说呀 列子说呀 人为了兽 为了名 为了位 为了钱 而无知 所以就怕人怕鬼 怕权威怕法律 因为有这四种要求 就产生四种惧怕 所以才产生了后面 可杀可活 致命在外 你自己活着的生命 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这就是你的原因 生命不自由 不能自己做主的原因 这里面就跟你分析透了 因为人贪这些东西 贪寿 贪明 贪位 贪钱 所以你就什么都怕 我们的生命就操纵在了别人手里 人家要杀你就杀你 要你活着你就活着 尤其是帝王 尤其是帝王的时代 尤其是独裁的这种国家 说学成文武艺 货予帝王家 你不管你是学文 学武 货就是卖 货予帝王家 你都是卖给当皇帝的 你在一个独裁国家 你在一个皇权国家活着 那皇权又控制你的一切 为什么呢 因为你都是给他干活的 你不管干什么 你都是给皇家干的 你干的再好 你觉得那钱是你的 那皇家要用权力来收你的钱 你也没办法 所以说呀 你有知识 你有学问 你有功名 你考了功名 有了官位 升官发财 那你还是把自己卖给皇家 结果怎么样啊 进入了这个体系里面的人 你把自己卖给了皇家 你觉得好像我有富贵了 有功名了 实际你要杀要活 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因为帝王的话就是法律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今天觉得你好 可能你 你是当官发财 明天觉得你不好了 要么流放边疆 惨了点全家杀手杀猴都有可能 所以说我们的生命怎么样 由别人控制 自己没办法 那你说了 说那是推翻了独裁呢 民主社会呢 民主社会 你也不是完全你说了算的 为什么呢 你被谁控制了呢 你不是被帝王控制了 你是被物质给控制了 你被操纵在物质的手里 你没钱活不下去 所以你还是致命在外 你的命运呢 被牵制在外面 不是你自己做主的 除非你的功夫修养 那修养到不吃饭 不睡觉 不穿衣服 随时两腿一盘 直接涅槃走了 所以他下面讲 不逆命和献兽 人生不要违反自己的生命 这个生命该活多久 就活多久 当然你也不能自杀 你自杀呢 也是错误的 你非得呀 这个人已经快死了 已经不行了 到寿命了 拿电击他 拿这个东西来给他插管 那也是不必要的 只会增加他的痛苦 你让他插着管子 再多躺三年 你觉得他是想要 还是不想要呢 这就是其实我们当今的 所谓的法律学家呀 心理学家呀 医学家 临终关怀学家呀 大家也都在探讨 探讨这个问题 说这个家人呢 特别说 哎呦不行啊 老人那个或者家里 又有亲人呢 说不行了 全力抢救 说全力抢救吗 那你把他插着管子 电击他 你好像是抢救过来了 他躺在那 浑身插着管子 完全谈不上生命的质量 完全谈不出 谈不到生命还有什么快乐 可言 每天很痛苦 我之前是得过重病啊 住院呢 那就见到了这样的呀 送到ICU里面 他爸爸妈妈回来了之后 哭着坐在这边 因为他没地方了 他这儿没有他病床了 所以他爸爸妈妈原来在这个房间待着 ICU不让他看 重症监护士不让他父母去看 他父母没地方待怎么办呢 又回到他原来这个病房 跟我们聊聊天 说一进呢 ICU直接全身先全脱光 无军化嘛 那你就甭穿衣服了 你首先谈不上你有什么尊严了 你别谈什么尊严了 到了ICU了 你就别谈什么尊严不尊严 你说我这个 哎呦不好意思 害羞 没有你这个 你没有这些什么想法 尊严的都没有了 什么鼻子呀 嘴巴呀 尿管啊 便管都给你插上管了 你想尿你就尿 你想拉你就拉 你要吃给你打流石 往里一罐 然后呢 因为身上插着管子 鼻子也插着管子 呼吸啊什么的 他不舒服 他不舒服怎么办呢 他一醒了 他一有意识 他就要自己去拔管 于是怎么办呢 把他绑上 这个手绑上 脚绑上 不让你动 这个插着管 你不舒服呀 下面插的尿管 你也不舒服啊 很难受 那也不让你动 手给你绑上 然后怎么样啊 你你你 你这样挣扎吗 好 给你打一斤镇定剂 让你睡觉 哎 就是这样啊 这是人家给我讲的 我没亲眼见到 人家给我讲的 就是干嘛 你一醒 就给你来一针 让你睡觉 啊 你只要醒了 就让你睡觉 你别挣扎 你就睡着 睡着里面呢 到时候给你灌点流石 你要上厕所 你就 你就给你收拾 那下面就 就有管 啊 这样的生活 我说没有质量 而且都已经不叫活着了 是生命没死亡 有一口气 或者是有这个命 啊 但是呢 那已经不叫活着了 在我看来 嗯 在我看来 当然 呃 怎么说呢 可能我们 因为我们直播间人很多 可能有人会有不同的想法 啊 你的任何想法 我都接受 我都尊重你的想法 我只谈我的感受 啊 我只是谈我的 我的感受 就是什么呢 生命是有自然规律的 你今天把他抢救回来了 终究还有一天 他还要去世 你这样 他是受的痛苦啊 啊 他不是 他不是 活着的 啊 所以呢 生命是怎么样 道家的思想是说呀 不逆命和献授 人生别违背生命 啊 不要违背生命的自然规律 你违背不了 啊 生命呢 我们的生命啊 该活多久就活多久 你不要自杀 啊 你也不要强制的 啊 去挽回他 这个就是什么呀 如果说我们明天就走 你也不必留恋 你留恋这个世界只有痛苦 那你也不用留恋 你也不用去想身后的事情了 那与你没有关系了 说钱给谁呀 房子给谁呀 啊 谁以后别人怎么评价我呀 那都与你无关了 啊 你说的是真的 我家人经历了 对 我们只是 我只是把这个 我能了解的情况和我的想法 分享给大家 那至于你具体怎么做 啊 未来是否需要去ICU啊 是否需要 那都是您自己考虑的 我不给你做任何建议 啊 我们只是在探讨 啊 探讨什么呢 生命总是有一个自然的规律的 有生必有死 有的人的生命呢 啊 他可能自然就能活得很长 有的人的生命呢 可能到了这个阶段了 那已经到了该放下的时候了 Let it go 像那个冰雪 什么皇后 Let it go Let it go 也是没什么的 因为生命就是这样自然的 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 应该接受它 所以呢 具体咱们大家说 怎么做啊 那是在在座的各位去考虑 但是我在想啊 未来呀 如果我也有那样一天 我要签个字 我不进ICU 啊 我不要去那 被那样过度的抢救或治疗 我不需要 如果真的是 生命已经到了 那种那种程度了 我觉得 就随它 啊 就随 就随着生命的自然规律去 就可以了 你不要惦记我 啊 你不要给我回身插上管 你 你不要给我弄这个 那我肯定是不要这个的 啊 这是我的选择 当然这是我的选择 啊 在座的各位怎么选择 那是在座各位的自己的事情 我不给各位做任何建议 啊 所以说 不逆命 啊 什么叫不逆命呢 逆啊 就是违背自己生命本有的自然法则 你不要逆它 不要违背它 那这样的话 你对生命的长短 你就放下它 你也就不必介意它了 不金贵和献明 你不贪图富贵 你也就不介意 啊 有名没名了 你不贪图这个吗 不要适和献位 不想要权利 不把它当成一回事 你对人生的地位 对别人当官的 你也就不会羡慕了 不贪富和献货 不图发财 你对钞票 对物质 你也就不用去羡慕了 能够做到这四样都不贪图的话 此之为顺民也 这才是真正顺应自然的人生 天下无对 致命在内 生命如果能够这样 天下没有什么与你对抗的 你能够自己把握生命 独立而不移 能够在天地之间顶天立地 自己的生命 自己做主 不靠别人 这才叫真正的解脱 故于有之曰 人不婚 婚 情欲失半 婚 婚 婚就是结婚 婚就是当官 这是中国上古 那个乡下人的老话 他说呀 一个人不结婚也不想当官 感情欲望的苦恼 首先减少一半 说人不婚患 情欲失半 你的人生的欲望烦恼 你没有结婚的念头 你也不结婚 你也不想当官 你首先你比别人烦恼和欲望 你就减少一半 叫人不婚患 情欲失半 现在我看有人说 叫什么 吃肉不吃蒜 味道少一半 大概就这意思 这里面说 咱中国的古话都讲 就押韵 这个人不婚患 情欲失半 那也是押韵的 那这里面我们讲 说这个话 可能有人不赞成 有的人赞成 有的人不赞成 但是你看 有这个出家人吧 出家的僧人 他这个两个障碍就没有了 那他不当 他当官吗 他也不想当了 他还当什么官啊 当然了 我们说咱们当代呢 他跟古代又不一样 这个也有政治和尚 什么叫政治和尚呢 当官的和尚 那这个和尚有官位 那当然也有 古代也有 跟皇帝走得近的 当什么国师什么的 现在其实也有 但是呢 普通的出家人 他就没有了 他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那结婚呢 他也不结婚了 这叫情欲减半 人不一时 君臣道息 如果这个人呢 他不吃饭 也不穿衣服 君臣道息 什么社会啊 政治制度啊 与他没关系了 什么社会制度啊 在你面前就垮掉了 就是这个道理 他不需要这些东西 周焰约 田妇可作杀 陈出夜入 自以性之恒 多俗辱祸 自以胃之急 肌肉路后 筋结急 一朝处以柔毛剔木 见以粮肉拦菊 心体烦 内热生病已 商鲁之君 与田妇谋地 则亦不赢 一时而备已 故也人之所安 也人之所美 为天下无过者 这里面说了一个 是周焰约 周朝的老百姓 有句俗话 这个周文王 周武王的政权呢 是维持的时间 是非常久的 后面那个政权呢 有的王朝啊 几十年 甚至二世而亡 一百年两百年 那都算长的 三百年的 那都是很好的了 那都是很好的王朝 这个王朝啊 他有这种 这种所谓的这个 这个帝王制度 独裁的这种 这种帝王制 他都有这个周期规律 什么周期规律呢 一开始他推翻上一个 然后呢 欣欣向荣 很好 越来越好 越发展越好 然后开始走下坡路 走下坡路 社会开始贪污啊 腐败啊 老百姓不满啊 不再相信他这个王权啊 没人信他们了 他们说话 谁也不信了 经济下滑呀 失业 这没人 这工作是找不到啊 这个这个失业率严重啊 然后这个 这个当官的 当官的 不管民间死活呀 等等等等 走下坡路 达到一定的点 那达到一个临界点 啪 下一个政权推翻他 基本上都是这个周期率 他跳不出去 只要是王朝 一定这样 有人说了 于老师你怎么知道 那我怎么知道 历史就是这样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这样 他没有能跳出去的 再好的皇帝 再盛名的皇帝 他也不行 一样的 那么周朝这个政权可不一样 周朝这个政权 他延续时间非常长 延续800年 800年那是多少代人呢 我们说一个人当皇帝 他能当上30年 那就不错了 像秦皇 汉武 康熙 乾隆 他们稍微活得久一点 但是年老了 这个思维也糊涂的 所以当30年皇帝就不错了 这就是一代人了 800年 他们家得出多 这个老周家 这个周朝 这个 激发 他们家得出多少代皇帝 所以这个政权是非常长的 维持了800年 但是即便维持了800年 那最后还是倒掉了 为什么呀 逃不出去这个规律 那他没有办法逃出去的 所以说只要中央集权 只要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集权社会 独裁体制 他最终一定逃不出这个周期律 是一定的 那一直到列子写书的时候 历史上叫春秋时代 实际上春秋战国还属于周朝 那当然了 这四五百年呢 是有名无实了 那说周朝800年 其实是前400年 那那都是老周家 那个这个 这个武王文王 他们的后代说了算 但是后400年呢 那他就不一样了 有名无实了 大家只是说 中央有个天子 但是没人把他当回事的 那地方诸侯国都已经割据了 那 但我们要讲中国文化 我们老老实实讲 那这个还得算是春秋时代 也还是算周朝的文化 孔孟老庄思想代表的 一样也都是周朝的文化 这里面引用的是周朝老百姓 所讲的俗语说 田妇可作杀 田妇 什么叫田妇呢 乡下人没知识的 乡野村夫 没有知识的农村的 种地的叫田妇 他说可以坐在那里 杀 什么是杀呀 不是杀人杀头 是消磨时间 他说田妇可作杀 他说呀 乡下人呢 种地的 他可以坐在那里 消磨时间 一辈子就那么过去了 他活得也很快活 他活得很自然 他也没有电灯 他也不用什么手机 他也没怎么样 月亮 那个月亮一升起来 太阳一落山 知道回家了 该睡 早早睡觉了 睡到那个鸡叫 鸡一叫 起床 他也没有手机 看不到时间 也没有闹钟 什么都没有 攻击就是他的闹钟 所以他就跟这个天地 运行 是一样的 鸡一叫了 太阳一出声了 他就起来了 太阳一落山了 月亮一起来了 他就休息了 他就跟这个宇宙天体的运行 非常一致 他也不会用塑料的东西 他也用不着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塑料制品 他吃的都是地里长出来 纯天然的 他喝的就是井里那个 非纯净的水 他喝的就是那个 含有各种微量元素的大地 给予他的自然的水 他吃的就是地里长出来的 可能有一些脏 有一些不好 但他吃了 他也不拉肚子 为什么 他均衡了 他平衡 他吃不到山珍海味 但他逮着啥吃啥 老天给啥他就吃啥 所以怎么样 这个人体本身就是小天地 我们讲做 你打坐做鼠吸 一进一出鼠呼吸 你真的去做鼠吸官 你体会到了之后 你真的鼠吸很快能入定 人体就是小天地 你的呼吸血液流动 你就能感受到了 只要你是自然的 你跟太阳 跟月亮 跟地球 你就能感觉到 跟整个宇宙配合度是很好的 这个知识呢 我们现在是比较缺乏的 农村人都是喝这个水 那现在农村不一样了 现在这个农村也污染了 也被开发了 现在的农村人 他跟以前的农村人不一样了 那已经变了 他不是一回事了 那这里面我们说呀 你真的体会到自己身体 跟宇宙是相配合的 但是你害怕 一狂喜 一担惊受怕 一生气 你就乱了 你体内的宇宙乱了 你跟这个大宇宙 就不配合了 他就变了 这里面讲说 田父沉出夜入 自以性之横 他们的早出往归 这个劳动是自然的生活 他们吃最粗的饮食 那他也认为 这是天下最好的味道了 为什么呢 他没吃过别的呀 你就好像我们小时候 没吃过麦当劳 没吃过肯德基 那就觉得 也没出去饭店吃过饭 小时候家里穷 根本没出去外面饭店吃的饭 他觉得妈妈 有的时候包个饺子 露个饼 那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而且非常开心 可是你后来小的时候 后来慢慢的吃到了更多的东西 那妈妈在烙的那个饼 你也不会再觉得 它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你总觉得世界上 还有更好吃的东西 吃了这个 你又觉得世界上 还有更好吃的 他乡下人的肌肉粗 因为劳动 他这个肌肉粗 筋结 你看那个 有乡下人那个腿 那个筋结一坨一坨的 也是很有力量 可这样的生活 他们还觉得很自然 还很享受 一旦把这个农夫弄来 你给他过了好日子 给他穿更好的衣服 建议凉肉蓝菊 把最好的山珍海味给他吃 蓝菊就是很好的营养 心体烦 他马上就生病了 内热生病已 他就身体里面要生病了 要炎症了 真的你把那个大农村的 现在应该也还有这种贫困的地区 你把那种很贫困的地区 他从来没吃过什么好的 从来没 他穿的 住的 吃的 喝的 都是那个最原始的那个人 你把他弄到城市里面 你给他吃上山珍海味 你给他弄 他一定生病 你给他穿最好的衣服 睡最好的床 突然一下这样的改变 他一定身体不舒服 他会生病 商鲁之君 如果商朝鲁国的君王 跟这个种田的人比一比 谁的田地多 则亦不赢 一时而备矣 乡下人自己也觉得自己还是很满足的 君王的财富虽多 跟他相比呀 君王还会觉得疲劳 乡下人一看到君王有那么多的财产 他也觉得很累 故也人之所安 也人之所美 为天下无过者 所以你真找一个这个山里面 他的生活非常淳朴 然后他也没有那么多知识 也没有什么享受过任何物质享受的人 你去研究他 你反而觉得他的生活非常快乐 他活得反而非常自在 反倒你见识 有的时候你自以为自己见识越多 自以为自己很有钱 知识也很多 你不一定有他活得快乐 西者宋国 有田夫 长衣温分 仅已过冬 及春冬坐 自曝于日 不知天下有广下傲日 傲事 棉矿胡落 故为其其曰 复日之宣 人莫知者 以献无群将有重赏 礼之复事告知曰 西人有美容熟悟 甘以敬秦平子者 对香豪称之 香豪取而长之 折于口惨于富 众惜而怨之 其人大惨 子此类也 他这里面说了 他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从前 宋国有一个种田的人 穿的衣服 都是麻做的 都是很粗的那种 没有什么好衣服 仅已过冬 冬天就晚上加一点棉花 祭春冬坐 那春天东方的太阳容易发暖 自曝于日 不知天下只有广下 什么意思呢 他到了春天 太阳一晒 温度高了 很暖和 很舒服 他身上的棉袄一晒太阳 特别暖和 他根本不知道天地之间 还有 还有有暖气的房子 大厦 高楼 他也不知道 人家还有穿的皮袄 这个东西 他就穿那个麻布 夏天穿麻布 冬天就给这麻布弄两层里边加点棉花 他一晒太阳觉得太舒服了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还有带暖气的房子 还有这个很高级的大厦 宫殿 他都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人家有穿皮袄 有穿球皮 他不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他一晒太阳 他就说这太舒服了 哪有这个世界 哪有这么舒服的事啊 顾魏齐齐曰 他回来跟他老婆说 复日之宣 人莫知者 他说春天到了 穿着这个麻布棉衣啊 晒太阳啊 拿后背 一对着太阳一晒 太舒服了 大家都不知道 没人知道这事啊 这这么舒服的事啊 就我发现了 复日 复就有点背着的意思嘛 我们说复经请罪嘛 就把这个金条背在后背 就叫复嘛 所以他这个复日 太阳在后面啊 但是这个复日很有道理哦 后背晒太阳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我们说呀 有很多病啊 你都不用吃药 那有很多这个这个一些病啊 很神奇的 你天天出去后背晒太阳啊 尤其是上午那九十点钟的太阳 你看你多晒一会儿 晒时间长了 说实话很多病都能治好 晒太阳治病这个事啊 你说晒太阳暖和这事啊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 可能很多人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晒太阳能治病这事 还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啊 所以怎么样啊 我得跟大家讲啊 晒太阳是的确能治病的 而且能治很多病 有很多医院告诉你不能治的病 反过来你后背晒太阳 反而能晒好啊 他说呀 世界上啊 他说这个 他跟他老婆讲 后背晒太阳啊 特别好 特别舒服 可惜世界上人都不知道啊 以线无菌将有重赏 他说呀 我要把这个秘方献给皇帝 皇帝肯定不知道这事啊 我要把这个事啊 告诉皇帝 皇帝一定会对我有重赏啊 理智富士告知曰 同乡有个有钱人 听说这个事的 就跟他讲啊 说呀 他对于这个粗糙的饮食啊 他认为呀 窝窝头啊 这个 这个很硬的那种干粮啊 秦菜呀 空心菜呀 他觉得那个就是天下最好的饮食了 啊 他就说了 那对香豪称之 对一个富人夸耀 香豪取而长之 有钱人把那个菜拿来吃 折于口惨于富 啊 嘴巴都吃麻了 然后还拉肚子 一帮人就笑这个香巴佬 不懂富贵人的享受 啊 香巴佬受了耻辱 非常惭愧 子此类也 他就跟他讲啊 他说你说呀 晒太阳这个秘方 告诉皇帝 你好奇怪呀 你跟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的香巴佬一样 啊 香巴佬没吃过好东西 以为呀 烂菜芹菜叶啊 你你你那个吃那个这个这个硬的像铁一样的饼 你觉得很好 是好东西 还给人家有钱人吃啊 人家有钱人一吃完 怎么样啊 折于口惨于富 嘴巴都吃麻了 然后哗哗拉肚子 人家就笑他 你呢 知道晒后被暖和 你想去献给皇帝 以为皇帝能重赏你 你就跟我讲这个故事的香巴佬是一样的哟 他就跟他讲这个事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呢 叫我们有一个故事 就这个野人线铺 那就是从列子里面来的 说想给这个皇帝献晒太阳的秘方 说这样暖和 你不知道 野人线铺就从这来的 这个故事就想讲一个什么 这没有两个 有三个道理 我把这个故事的三个道理 故事听起来简单 里面道理很深刻 我把我能领会到的三个道理 跟大家讲 第一个道理是什么呢 有的人呢 他因为自己无知 但却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 目前我们当代中国社会 95%以上的人都是如此 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是如此 就是自己不知道 但却以为自己懂 比如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呢 你信佛他不信 你一跟他聊 他就说你是迷信 你啥也不懂 我给你你被人骗了 你被洗脑了 那你问他 你对佛教了解多少啊 你看过佛经吗 他说我没看过 我没看 我没读过佛经 那你没读过 你怎么知道佛教是迷信呢 你怎么知道 是这个是个洗脑的呢 他说我一看就知道 我不用学我就知道 我不用了解我就知道 对了 这个就是什么呀 他找他自己后背晒太阳 他认为舒服 他就认为别人都不知道 他认为自己比别人都聪明 可是实际上呢 不是如此的 他吃过那个烂菜叶 他自己吃过的烂菜叶 因为他没吃过更好的东西 他没有了解过真实的文化 他吃的那些烂菜叶 他就认为已经是最顶尖的文化了 他认为他读的那个什么 这个思想 那个哲学的 那个理论的 他觉得那个东西 就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文化了 这个他认为他自己了解的文化 高于所有文化 所以你不管跟他讲什么其他的文化 他都会告诉你 那个我不用看 我就知道 不行 这个就是野人线铺的第一层道理 第二层道理呢 要跟大家讲是什么道理呢 第二层道理就是 当我们修行的时候 是一定做减法 有的时候不代表你了解的越多 你的修行水准就越高 完全不是如此 恰恰相反 有的时候啊 你不去了解更多 把这些欲望给减掉 逐渐的减少 反而你可能会更解脱 更自在 修行不是做加法 反而是做减法 这是第二层道理 第三个道理呢 就是咱们民间 民间所讲的这个事 说有的这个 有的这个 这个这个农村的穷亲戚啊 到城里面 去走亲戚 城里面的人很有钱 他是农村来的 没有那么有钱 比较穷 但是他呢 想给人家带点好东西 把自己家自己不舍得吃的 最好的那个花生啊 最好的大枣啊 都拿过来 给人家送礼 觉得来你家 叨扰几天 住上几天 不好意思 我把家里面最好的东西 都送给你 家里面挑的最好的 好吃的 最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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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土货 家里面最好的花生 大枣 核桃 都给你带过来了 你觉得的好东西 就人家 别别别 别给我们拿 我们家什么都有 我们什么都不要 你拿的 你认为是最珍贵的东西 在人家这个 富贵人家家里面 看来 可能是 要丢弃的 不喜欢的 甚至觉得占地方的东西 所以啊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 人和人的思想是不同的 这就是说什么呢 有的人呢 如果你懂 那是一份情意 如果你不懂 那就变成了垃圾 所以这话分两头 人分两 人分两类 你是什么人 一定要接触和你同类的人 要么你们财富相匹配 要么你们思想相匹配 注意 这两个至少有一样要匹配 如果你的思想匹配了 虽然一穷一富 你来他家 给他拿三斤花生 他说我就爱吃这个味 这叫思想匹配了 穷富有差距 没关系 要么你们思想不匹配 至少你们的财富 要相匹配 家境要相匹配 为什么呢 思想不匹配有分歧 两个人可以 可以在这讲 是平等的 可以去探讨的 所以不管你是找对象 交朋友 在外面做事 要么思想要匹配 要么家境要匹配 要么财产 财富要匹配 总得有一个差不多的 否则的话 你不要硬去攀 不要硬去拉 最后都是没意义的 我是鱼雷 下集再会 鱼雷作品 门当户对 对 门当户对有道理 你不要以为 古代人讲门当户对 是恶杀爱情 这个爱情 就还就得门当户对 但不是所有东西 都要匹配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总得有点能匹配的 要么家里的家境匹配 要么教育程度匹配 要么思想匹配 总得有一个匹配的 要不然最后日子会很痛苦 光有一见钟情不行 是吧 过日子跟爱情不一样 结婚 这两个人过一辈子 他跟你这个 这个一时的激情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 对吗 所以这个门当户对 肯定是有道理的 那 那 感谢观看